有提到有关第104题 所以104题里面的重点 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输入半径 得到什么 得到三个值 就半径周长跟面期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把104这一题 把它开启 里面大概不外乎就是会多一个叙述 就是因为要计算什么 计算那个π 那这个π的词 题目里面有提到 就是你要做一个输入 从那个Math这个类别里面 这个类别里面可以取 这个套件里面取得一个 它的属性叫做π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input的方式 把外部的Math把它input进来 其实未来蛮多地方都会input的方法 取得外部的相关的 像这些相关的套件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执行 不过这一题可能注意一下 如果你输入想要知道完全正确结果 我就建议你用上面的值输入 比如说输入10 Enter的话 它会得到下面的结果 那表示你 假设你输入10 会得到下面跟它一模一样的结果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应该是OK的 这边的话 那我可能觉得你们应该会有个地方会错 就是哪边呢 这个地方应该会有空白 如果你没有空白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证照考试题 如果你像考试的时候 我之前也是run很多遍 发现都错 原因为什么 因为我忘了空白 看不出来 以为这样OK了 实际上它只要插一个空白 结果就不对了 另外像这种考试它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它希望看到什么 如果你用各种方法都OK 也就是如果你不用formate 像这边我们都用formate 那你用person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person现在慢慢 我刚刚讲气 我暂时就不讲了 因为网路上其实也有 有很多人教格式化用person的 那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我觉得也许慢慢 python它不鼓励用 那我们信量就少就少用 也许暂时就不要用那种person的方法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有关输入 那另外当然如果输入半径 那输入2.5的话 结果看一下 如果都OK那表示正确 那106的话呢 这一题是公里英里转换 那主要是要做什么 就是我要输入什么 输入几分 总共会有XYZ 三个变数 那这三个变数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mini这个是你跑了几分钟 跑了几分几秒钟 也就是你跑了几分几秒 然后跑了几公里 几公里之后的话呢 他会帮你换算说 你的时速是多少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上这一题 输入什么 假设我XYZ 输入一个只是10分25秒 并且跑了三公里 三公里 三公里应该 应该这一次 是应该叫什么 那请问时速是多少 Enter 时速是 大概 就是10.8 OK 那 如果说你们跑步 假设跑更快 比如说 那假设跑5分25秒 跑了五公里的话 那应该是非常火速的 时速就34 不过这个34 应该是 可能要骑脚踏车了吧 或者是可能要骑摩托车了 它有这种速度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一题主要就是说 我给他时间 他帮我 时间跟距离 他帮我换算出 他的时速是多少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108的话 108这一题是算什么 算那个两个坐标的距离 那两个坐标的距离 他需要输入 1234 四个就是坐标1 坐标2 然后整个 x1 y1 跟x2 y2 那帮我算出什么 算出距离 所以如果你输入这四个值 得到下面的结果 那表示这一题应该OK 那目前主教跟我讲 好像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做完了 不过好像少数几个同学还没做完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试着把它完整 最后呢 算什么 算那个正n边形的面积 那面积部分也是一样 会需要输入两个值 然后得到一个面积的 但是这里的话呢 会需要用到像什么 像那个我们要算一个10 还有像π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一样 他有提示就是 你要input这个mess 我们才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π 然后取得这个p p的话就算便宜 那你也可以用层层 不过题目如果要求就是说 你要用p的话 那我们用p 还有什么10 这个 那当然我们就照着提示 分别把它完成 那这个我想大概把重点提示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今天有选择叙述啊 如果下午还有点时间的话 现在请各位就是 再稍微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练习题里面 这个练习题 这个症状考试题里面的那个 第二类的部分 第二类的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中午休息 那下午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从 也许这些题目再来看一下 先休息一下